头部主播VR被罚天价13.41亿元 真的让人看见了网红直播带货这一行到底有多赚钱 要么就不被曝光 一经曝光后就是天价 也怪不得如今的明星们纷纷放低姿态 在直播间里卖力吆喝 有的更是常驻直播间 凭借自己的名气和明星的头衔来带货 宁静带货自创品牌499含泪赚480 娱乐圈的大姐大宁静一向以耿直真性情著称 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开直播也是接地气 不少做腊肉就是现场来播小烧烤 画风清奇吸引了不少网友观看 本以为宁静就是开直播打发时间玩玩 谁料宁静在最新的直播中开始带货自创品牌 一顶帽子卖出了499元的高价 有网友直接质疑 这是499含泪赚480 在直播中宁静身穿紧身黑衣黑裤 头戴棒球帽 整个人显得酷撒干面 跟其他艺人是主要赚坑位费不一样 这次宁静带货的 是与团队打造了三年的自创品牌 直播的时候宁静也很有耐心 一一对自创的品牌商品进行讲解 态度很诚恳 也不忘跟粉丝互动 本来局面算是开门红 网友们也很是热情 但是点开购物车一看 网友们直接都愣住了 一顶帽子卖499 一双棉袜卖99 虽然宁静解释为这个帽子是根据亚洲人的 后脑勺设计的 戴上去不会显得很平 所以定价才这个贵 但是网友仍旧不买单 直言称这是499含泪赚480 吆喝的声大实际上是19的成本 499买件羽绒服都嫌贵 更别提是帽子了 销量惨淡被潮 东西不贵包装贵在直播的时候 宁静还称自己的帽子包装很贵 还现场展示了帽子的包装 但是买帽子又不是买包装 这波包装很贵的说法 网友们压根不买账 于是宁静这次直播带货销量惨淡 更是被嘲笑 东西不贵包装贵 还有的网友直言 这个包装是多不普通 买箱子还是买衣服 难道买回去还得供起来 不然对不起那么多的钱 更是有网友直言 真有意思 东西不贵包装贵 难道自己是带包装吗 一顶帽子卖499元 这个价钱可能对女明星来说 就是眨眨眼喝杯水的价钱 但是对普通网友来说 真的是能买件常款的羽绒服 暖暖货和过冬天了 这个价格真的是高得很 499买顶帽子 也怪不得宁静带货自创品牌 销量会这么惨淡 结果还被群潮东西不贵包装贵 499含泪赚480 你对宁静自创品牌 卖499一顶的帽子怎么看